各位路人甲乙丙丁,大家好! 這一集要來談為什麼二拍是360度 那二拍其實我們稱作弧度或近度 那這一集我們稱它為弧度好了 想像你有一個直線,一端要做圓心 而另外一端做圓軸畫出一個圓 那當你正要開始畫的瞬間 會產生出一個小小的弧場 那它也會對應一個小小的角度 那我們觀察會發現 它們之間弧度和弧場有存在一個比例關係是半徑R 於是我們就寫出了這樣一個公式 那經過整理以後就是R乘上弧度等於弧場 那我們繼續畫出這個圓 那畫到一半的時候產生出一個扇形 那我們可以把小的量累積起來 於是就會得到半徑乘上弧度等於弧場 這是一個線性的疊加 那注意半徑和弧場的單位都是長度 所以在這裡幅度的單位是沒有單位 好,接下來我們把圓全部完成 圓全部完成的情況下 這條公式還是要成立 只是我們知道半徑還是半徑 但是弧場已經變成圓周長 那至於D2其實就是360度 那這時我們再引進另外一個公式 叫做直徑乘以π等於圓周長 那我們再來比較這兩個公式 就可以知道原來在圓周的情況下 弧場是2π 那它就是代表360度 所以我們就知道角度與弧度的換算 就是360度等於2π 那在這裡我們整理了一些常見的角度和弧度 首先0角度就是0弧度 360度就是2π 那在這個情況下 各位可以自行去用內查法得到裡面的所有數值 那以下只是一些舉例 那為什麼要講弧度呢? 在三角函數裡面 其實使用弧度是一個比較簡潔的方式 未來我們會看 那另外就是 弧度可以直接拿來計算弧場或是圓周長 總之在數學計算上面使用弧度 往往比使用角度有更大的優勢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 拜拜